我从16岁开始拍戏 然后到现在大概30多年 比如说我上台说话我还是会紧张 然后就是你看我的声音也是发抖的 我觉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诚实 诚实和那个真诚 不管你做哪个行业 时尚也好 电影也好 演员也好 要不然我分享一下我的家训好吧 我的爸爸很小的时候 我牵着他手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你要记住八字 很紧张 虽然我演了这么多的戏 但是站在这个台上我还是很不行 就是死血 照顺其自然 饮水思源 我觉得这个 这八个字对我的这一生 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就是分享给大家 我觉得大家都很好理解这个 顺其自然和饮水思源 就是一种感恩的那个心 互相感谢善感别人 然后税其自然是 你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他总会过去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因为他总会 总会在往前走 就是这个 就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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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